江苏卫视《非诚勿扰》来自北京的男嘉宾杨涛是一名银行职员,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 2012年的时候,杨涛正处于人生低谷戏,正好听到虚拟偶像出音未来的歌,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 一个软件都能自己发出声音,我还有什么站不起来的呢?从感恩到感激,从感激到崇拜,从此他就成为了出音未来的铁杆粉丝。 2015年开始,每一场演唱会必须,各种手办及周边买不停,投入了好几万。 曾经,杨涛是个重达250多斤的大胖子,父母承诺如果减肥成功就支持他去日本参加出音未来十周年的活动。 为此,杨涛竟然在一年不到的时间,减掉了将近一百斤,在江苏卫视《非诚勿扰》的舞台上谈几则有标准。 杨涛表示,出音未来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理想女性形象,可惜在现实生活中,还没有找到一位让我这么心动的人。 我知道动漫和现实中是有差别的,毕竟现实中的女生是有血肉肉的生动形象,但我理想中的女生就是像出音未来那种甜美娇小可爱的类型。 此外,我希望未来的那个她最好,也能喜欢出音未来,喜欢动漫。 如果你实在不喜欢也没关系,只要不反对我喜欢这些就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